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传染病 女人整个后背全都腐败溃烂 而且还长满了可怕的肉流烂疮 但不可思议的是 女人竟然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安娜从她身上取下一点样本 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发现这是一种来自冰河时期的寄生菌类 这种真菌的生命非常旺盛 一旦寄生到动物体内 就会迅速破坏神经和肌肉系统 大家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但女人的身体又开始产生变化 她的皮肤竟然开始闪烁星红的光亮 紧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的手指开始不受自己控制 逐渐扭曲成了不可思议的形状 女人吓坏了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但她又开始疯狂撞击玻璃 企图从实验室里逃出去 当安娜他们再次赶到时 这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恐怖的就跟怪兽的巢穴一般 而那个被真菌感染的女人 却变成了一堆奇怪的共生体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女人竟然还活着 安娜准备从她身上提取一些样本 女人身上又长出了两个气袍 旁边的少校有点虎 不戴口罩就算了 取样本的时候还不忘跟安娜聊天 没想到气袍突然爆炸 并从中喷出大量奇怪的气体 安娜赶紧找了个防毒面具 但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毒气 黑灯瞎火的找不到方向 还好大壮及时打开了大门 将他们放了出来 安娜一出来立刻脱掉上衣 并叫大壮给自己全身进行消毒 因为采取了紧急措施 安娜并未受到真菌的感染 但少校就倒霉了 她吸入了大量的毒气 大脑已经开始神智不清 安娜找到负责这项行动的中将 提议他们应该尽快撤离 并且绝对不能将这种真菌带出实验室 但中将却认为苏联现在内忧外患 急需要用到这种武器 让他们取得毋庸置疑的军事优势 于是被真菌感染的少校 成了他们的活体样本 中将还准备把他送到莫斯科 可当他们打开大门准备撤离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注意看这个遍体鳞伤的男人 他一言不发口吐鲜血 而且还少了一条胳膊 回头看了一眼背后深邃的通道 然后直接就抹掉了自己的脖子 大家都看呆了 通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问了一个逃回来的士兵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通道里 遭遇了怪兽的袭击 此时怪兽又找上了他们 厚重的铁门被撞得摇摇欲坠 他们赶紧逃跑 但前面已经没有了退路 两个士兵自告奋勇地杀向了怪兽 已经感染了少校 也决定留下来给他们拖延时间 安娜则和中将他们坐着电梯 渗入到了离地面12公里以下的实验室深处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一幕 失踪的士兵在真军的控制下 已经全都融合到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 中将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这种真军钥匙回到地面 对人类绝对是一场灾难 为了让大家活着出去 中将决定出去拿唯一的一把 返回地面的电梯钥匙 但外面的温度高达200度 出去后绝对九死一生 果然中将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安娜不顾大家的劝阻 独自一人决定铤而走险 不过才刚打开门 就发现中将已经死在了战道上 但好在她已经成功拿到了钥匙 安娜捡起电梯钥匙 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高温折磨 终于安全回到了室内 她的皮肤已经被烤得通红 痛得她全身只打哆嗦 没想到小胡子又突然搞事 直接用枪打废的大壮一条腿 原来她想把逃生的钥匙控制在自己手里 被逼无奈之下 大壮只好将钥匙交给了她 小胡子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又准备将安娜他们干掉 出去后就可以独享这里的科研成果 可就在她得意洋洋的时候 怪兽突然从背后扑了过来 一眨眼的工夫 小胡子就被吃得连扎都没剩下 安娜吓得赶紧逃跑 但怪兽很快又追了上来 最后逃到一个密闭的房间 安娜已经走投无路 她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形势 准备与怪兽放手一搏 战斗民族的女人到底有多猛 身上只有一把刀子 就赶独自一人出去杀怪兽 安娜提着刀子寻找怪兽的踪迹 没想到身边的墙壁 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得粉碎 原来是怪兽杀了过来 安娜的大腿被石头划伤 在地上痛得生死力竭 但怪兽又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 安娜只能拼命逃跑 好在怪兽的体型过于盘大 没有办法快速移动 安娜虽然大腿受了伤 但怪兽还是追不上她 最后她和大壮成功逃进了电梯 不甘心的怪兽仍然穷追不舍 结果被电梯夹断了一条手臂 安娜和大壮以为自己已经逃过一劫 没想到电梯里又出现了一只怪物 她正是之前被真君感染的少校 已经彻底被控制成了行事走肉 但少校仍然还保留着自己的意识 她恳求安娜杀掉自己 而且绝对不能让她回到地面上 紧接着少校口中开始喷出毒气 整个电梯都被真君包子弥漫 安娜认为他们不能回到地面 于是关掉了电梯向上的开关 但是大壮非常想活着回去 她强行推开安娜 又重新启动了电梯 为了防止真君危害人类 安娜跟大壮打了起来 可惜很快就被大壮按倒在地上 还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 危急万分的时刻 少校强行控制自己电翼的手臂 直接刺穿了大壮的脖子 但她又开始喷出更多的毒气 安娜的身体也逐渐开始产生电翼 她强撑着最后一点意识 故意输错密码想让电梯坠毁 没想到电梯竟然失控了 最后还是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地面 几个科研人员将她救了出去 又派了一支精英小队 护送她前往莫斯科 安娜知道自己已经被真君感染 岂有可能给人类造成猎灵之灾 于是她突然夺过一颗手雷 逼迫他们将车子停了下来 下车远离人群后 随着一声咔嚓的拉环声 安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是安娜 你会选择继续活下去 还是与寄生君一起同归于尽呢 我是破风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